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讲 你可能是一个渐进式创新的领域 但是你需要颠覆性的技术来赋能 但你即使在一个颠覆性技术领域里边 你同样要寻找你使用的场景 那这些场景很可能是在渐进式技术领域 以及替代性技术领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创业周期当中 我们认为创新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未来我们认为一个是在高成长的领域 另外在西区庆的这些领域 是能够成长中国本土的前一级公司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第一次来到盛会 有点紧张 也有点兴奋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就新经济的发展的一些话题 做一些讨论 那么我们可以说 营练了五个方面的主题 第一个是智能 所有的这些我们未来的时代命题 用一个词来概括 是智能 当然从人的需求来讲 最大的需求是健康 当然我们的未来的健康 也需要智能来保障来服务 我们第二个可以跟大家交流的领域 就是在迪代史创新的领域 是哪些领域它能够跑赢大 或者说哪个领域能够穿业资本市场的周期 那么我选了生命健康领域 做了一个研究 我们研究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生命健康服务也 在健康领域里边 能够从穿业周期的公司的比例来说 提出是最快的 当然在这个领域里边 我们耳熟能详的都是四阶级的医药公司 这些医药公司它能够穿业30年吗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医药公司里边 很多是能够穿业这样的一个周期 当然我们看到 生命健康的服务也 在这个领域里边 它是增速最快的 当然第三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十年当中 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 是那些颠覆性 处在颠覆性基础 这些领域的平台公司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些耳熟能详的公司 它们在过去的五年当中 市值可能增长了30倍 也有的可能在十年当中 增长了100倍 比如说特斯拉 在过去十年到今天 市值增长了111倍 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它可能处在不同的行业的 生命周期 技术周期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有渐进式的创新领域 有迪带式的创新领域 也有颠覆性的创新领域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讲 你可能是一个 渐进式创新的领域 但是你需要 颠覆性的技术来赋能 但你即使在一个 颠覆性技术领域里边 你同样要寻找 你使用的场景 那这些场景 很可能是在 渐进式技术领域 以及迪带性技术领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创业周期当中我们认为 创新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当然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在对过去三十年 资本市场的一个研究 我们再来看看未来 未来的赛道 零零种种 哪些领域能成长 千亿级公司呢 我过去曾经做过 战略新型产业的一些研究 七大领域 战略新型七大领域 最后我们做到四级目录的时候 发现已经做到了 3883个领域 其实我们再把它一个领域 打开以后我们发现 这里边还有若干个 成千上万的细分领域 那我们对于这些 零零种种的赛道 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呢 那么当选择成长性的领域里面 我们分成两类 一类是成熟产业 成熟市场 一类呢是这个 潜在的市场 但是有明确的技术方向 那我们首先看一看 在这个成熟市场里面 我们在研究这个 欧洲公司的时候发现 欧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跟美国不一样 是LV 当中国也有 中国现在市值最高的公司 在本土 最高的公司是茅台 其实这两个是 一曲同工的 是热点赛道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宠物互利等等 这些新兴的领域 目前市场规模小 但是它有未来巨大成长的空间 所以这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成熟领域里面 同样有高成长的机会 当然了 在高成长领域里面 更重要的是 这个前年技术 跟现有产业的融合 发现这些领域里面 国际上都有大公司 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大公司 比如说农用机械领域 比如说工业机体 我们对美国的工业气体领域 做了一个研究之后 发现这些工业气体的 穿越资本市场周期的公司 主要在德克萨斯州 所以这些工业气体公司 像林德等等这些公司 它具有很好的本土 但是在中国本土 自己的工业气体公司 还刚刚在成长过程当中 所以这些领域呢 我们认为 是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未来呢 我们认为 一个是在高成长的领域 另外在西区性的领域 我们认为 市场西区性的领域 这些领域 是能够成长 中国本土的 前一级公司的 当然刚才看了过去 也看了未来 再看看当下呢 那么你需要 有很多可以选择 那你怎么去选择呢 我认为 我们认为有五个方面 你要认真考虑的 第一个 要找对赛道 因为做通用领域的 基本上没有机会 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来讲 但是在某一个 细分领域里面 可能是你的机会 第二个呢 要找对技术路线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过去的显示领域里面 在这个液晶和等离子显示的时候 只有两个路 你走等离子路线 还是走液晶路线 比如说长虹显了等离子 结果这条路不通 大家因为更多的公司 走了液晶显示 所以你怎么去选技术路线 选对技术路线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实际上也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好了 第三个呢 我们认为要找对区域 这个问题也同样重要 比如说到今天为止 科长板公司 上海加上到南京到杭州 这三个路线 上市的科长板公司 占全国的48% 那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科长板公司 在中国的大都市比较其中 我们前十名的城市 大概科长板公司占了 90%到95%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 你选择一个技术 去选择一个项目 去到哪个公司 到哪个区域去投资 在今天来看 也已经非常重要了 第四个呢 要选择的是什么呢 选对资本 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讲 项目好像比资本还稀缺 因为我们过去二十年三十年前 大家都在找钱 那今天呢 现在钱都在找项目 即可的是项目 但对一个具体的项目而言 你怎么去找对的资本 也是非常重要 但第五点呢 做每个企业都会选择 要选择战略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战略 来启动你的项目 放大你的项目 复制你的项目 做长 做久你的项目 那像 这一点呢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